嗯,那在《野玫瑰》裡面,你好像比他強對不對? 沒有啦,不會喔,強 就是他玩弄你的感情? 開始的時候有 對,但是後來是他玩弄我的 哪有,我沒有,不敢 那你在現實生活中會不會玩弄男人的感情? 我不會,我很專一,真的喔 這我相信,這我相信 嗯,有眼睛看 那天才你呢,你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個很專情的男人? 呃,我絕對會,但是在我很確定之前,我絕對不敢投入 所以到現在還是顧家寡人一個 因為我挺愛我自己的 我要愛對方多過我自己,我才會投入那個,付出那個感情 所以你已經答了我接下來的問題,我是要問你,你又高又帥 有那麼多才華,為什麼沒有女生,為什麼現在還是顧家寡人一個? 很奇怪耶 還是那一句啊,我太愛我自己了 有自戀狂是嗎? 一點點 那麼,甜才演了兩部舞台劇對不對? 那麼你覺得電視演員演舞台劇有什麼分別嗎? 跟電視的分別舞台劇? 呃,我覺得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動作要放大,要誇,要唱歌,要跳舞,要什麼 這些平時演戲都不太需要的,拍戲的時候不太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這次看到他們的認真,他們的,呃,這麼厲害 我覺得我真的很想要把自己再提升,再去進修,再多學點東西 唉,輸到用時放很少,真的 真的 你太謙虛了 真的,真的,我沒騙 太謙虛了 我覺得,呃,她 她,我在,我看到她在台上的表演,我就,哇,驚艳 但是她下來她就說,哎呀,其實我對自己的唱歌不太有信心,什麼什麼 這樣的歌聲還叫沒信心 那我回去,真的,我立刻去找老師來教我 我很慚愧,真的很好他們 嗯,那我知道舞台劇需要很多肢體語言 你對自己的肢體語言有信心嗎? 呃,我,我,過兩天我就到香港去跟他們 我會找他們的老師 我會找他們,對,然後會很虛心的向他們學習 到時候會把最好的一篇呈現出來 嗯,非常好 那麼這部,這個歌劇叫做《野玫瑰之戀》 我想知道你們兩個做過最野的東西是什麼? 哦,買票來看哦,非常野哦 現實生活 哈哈哈哈,我們怎麼買票看的現實生活呢,天才 嗯 嗯,你說 教員做過最野的東西是什麼? 真的沒有 羅勇 真的沒有 羅勇 真的沒有 那我羅勇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呃,對啊,到馬來西亞一些小島去,然後在沒人的時候 跟幾個朋友,就是Buddy當兵的時候就試過這樣的東西了 那麼教員呢? 我真的沒有 很奇怪對不對?你在這個歌劇其實是你比較野對不對? 對,其實我 很簡單,一點也不野的女生 嗯,那麼在一個固定的關係中,你會找,你會自己下來找另外一個情人嗎? 沒有耶,展示經驗告訴我沒有 我相信,我相信我不會,因為我是白羊做的 嗯,我是很黑白分明,愛恨分明的 就是我愛這個男人就很專一很投入的愛他 但我發現我已經不愛他 嗯,愛上另外一個我就很,我就馬上會斷了這一段情,完了開始另外一段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不會 對 我也是個年輕瓜夫 年輕瓜夫 年輕瓜夫 現在還沒有丈夫 需要丈夫 需要丈夫 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 我 想著 衝 走 走 那現在你在這個音樂劇當中,你是被他玩弄感情 首先被他玩弄感情 你覺得被人家玩弄感情的那種感覺如何? 呃... 不好受了一點點 當然是不好受 當然是不好受 但是他 那是他戲裡面的角色嘛 跟他的真人真的很大差別 對,我在香港跟他相處過,認識他之後 我發現台上台下真的是兩個不同的人 所以我所說的那個舞台魅力就是這樣 他在台上變了另外一個人 一下來就變回他自己 對 佩服 真的,不簡單 那如果你在現實生活中被人玩弄感情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就殺了他 哇 這是 心裡面的梁漢華說的台詞 對 是台詞 你們都會 OK 嗯 如果你殺了我,你也活不了 我們兩個一塊兒死 這也是台詞嗎? 對啊 這已經是十塊錢的,十塊錢的票了 OK 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有任何不正確的建議嗎? 有沒有人 好像 可能 在你的工作經驗當中 有沒有人 可能 出很高很高的家 你們陪他一晚啊 或者是 做他們的情婦啊 或者是情人這樣子 沒有 沒有 很單純的舞台曲 沒有 因為我說在你的 你的演戲生涯當中 沒有喔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啊 你這麼美 沒有啦 我不美啦 第一,第二就是 真的沒有 OK 現在呢 我等這一天 等了很久 等到快四十了 沒有 沒有 要是有你會嗎? 你會答應嗎? 要是有一個破太太 如果有的話 好 要 就給你一張check 你自己填飲吧 你給我會啊 哈哈 他只要你喔 他不要錢,他要你 我們現在 除了錢還要看樣貌的 還品性呢 可是破太太可能 有的時候 就是只有錢而已囉 呃 你會為了錢做這樣子 你給我多久時間考慮 你為什麼要考慮啊 根本就不需要考慮 你看他要考慮OK 他要考慮 那斷我才錄嘛 Sorry 因為舞台劇很單純 我們拍電視拍電影的 比較複雜 不單純複雜一點 OK 謝謝田財跟 焦元今天接受RazerTV的訪問 謝謝 謝謝 Yeah Yo What up It's Reza Pop Live 啊